的教館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香港花苑2000 gł台湾教室的花艺 来设计师 我是选人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呢 我将为大家介绍的叫做 铺陈式的 做法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 会有三个花泥 三个花器 那因为通常这些呢都是用在 例如说像会议啦 或者是在大厅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甚至比较壮观的一个装饰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半枝呢 我们是用在新陈的枝 我们来拉线条 今天呢我们铺底室的做法 用的花材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用了三个花器 那我们主要我们的花材有 沙巴叶还有木柏盒 还有这个是火鹤的枝 还有茶叶 然后这个叫做山苏 或者是它叫做雀草莽 那火鹤还有桀梗 这个是玫瑰花 新陈还有宗族 首先呢我们将这个 误望我准备两枝 那这个高度大约是在 15寸到17寸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各位观众 你们可以将这个上面的花 我们把它剪下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这个误望我的枝当做线条 当做我们的半枝 就像这样子的两个 就像这样子的两个 当我们就是误望我的枝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准备宗族 那宗族的话各位观众你们可以将这个宗族往上直直的拉轻轻的 那我们全场我们要的是差不多是在8寸做平剪 剪了之后它就像是这样子 我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是有4片的宗族 我们可以将第1片的宗族呢 大约放在8点钟的位置 然后9点钟都可以 当我们中煮完之后呢 我们手上拿了这两片叫雀草莽 那它的长度你可以在8到10寸的长度 然后呢我们在右边我们做平放的动作 当我们放好之后 我们可以在你侧的地方开始就是铺一些沙巴叶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作品它比较长比较大 所以会用到的沙巴叶会比较多一点 接下来啊我们手上准备的这个叫做火鹤 那我们在一只火鹤的地方 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我们可以放在泥侧的位置 做平放 然后有一点斜 接下来呢再准备第二只 第二只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我手上先拿了这个叫做木百合 那我们可以将两只放在左边的位置 然后呢将第三只你可以做斜放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拿着是玫瑰花 那这个玫瑰花呢我们可以做一点小装饰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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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结梗 今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个小技巧 今天呢我们有做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用那个火鹤的汁我们把它平剪 平剪你大约就是有个七只八只都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摆放在花泥的上面 我们可以做一点装饰 你不一定要放很齐 就是说你可以很有点高低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一个小装饰 之后呢当我们摆放完火鹤的汁之后 我们可以将手上的结梗可以一样就是把它放在上面做一点装饰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丰富 比较漂亮 因为今天我们的作品比较大 那高度不要太高 我现在手上有两片撒精 我们一样可以做一点装饰 然后呢我们将沙巴叶 准备把它做一点被叶的感觉 当我们沙巴叶摆放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茶叶 那茶叶的话一样就是说如果太大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一个一开二的动作 那把下面把它剪开来剪短 然后记住就是说我每次有强调我们的那个面一定要朝上 因为我们要遮盖花泥 那如果你把那个面你用错了 你把它朝下了 它就是真的不好看 我们可以将每一个花泥就是可以做遮盖的动作 因为今天我们的作品比较大 所以用到的会比较多一点 最后呢我们将刚刚那个星辰就是所谓的乌忘我 我们已经把那个它的茎把它做成半支了 那我们将它的花我们可以做在这个地方多做一点装饰 让我们次货帮到这个花泥 第二specificᄋ пап面把幺顶相通נים擀放 我们右边摆放摆放之后呢 我们在左边的地方我们一样可以做 呃星辰的摆放 做一点装饰 接下来呢 我手上这个是 结梗的花苞 那我们可以找一只 比较长一点的 那记得它的这个面 一定是要朝上 不要朝下 我们放在泥侧的地方 可以做一点装饰 之后呢 你可以找 比较短一点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上面 泥上 做装饰 今天这个作品呢 就是我为大家做的 铺程式的做法 那重点是在于说 我们这个作品它比较大 那它适用于可以在教会 或者是教堂 甚至说在一个会议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布置 我们都可以做到 那因为呢 它本身它作品比较大 所以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材料 都是一样的比例 那我们一定会在前面的地方 我们会着重在比较大型的花 然后慢慢慢慢的变小 那有一个前面是比较重 后面是比较轻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买一些花材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来尝试看看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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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